第六百二十八集 他翻遍全身 金色道经 银色的原天书 菩提子 诸多宝物 除去干瘪麒麟种子外 此时都难以救他性命 叮得一声 突然一声脆响传来 一枚剔透的小石头坠落在地 他不过一个指节那么大 流动七彩光滑 很晶莹与美丽 小楠楠 见到这块小石头 叶凡一下子想到了来历不明 惹人联系的小女孩 他心中一动 将七彩小石头放入掌心 当作神药来汲取精气 唰的一声 一道七色彩光没入他的体内 这事 叶凡心中吃惊 他觉得浑身舒坦 多了不少力量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 这到底是什么石头 怎么会有这样纯净的生命元气呢 他继续汲取 一道又一道七彩光滑 冲入他身体中 叶凡终于坐了起来 恢复了一些力量 不可思议的望着这块小石头 他并非不死神药 可却拥有强大的生命惊奇 南南 叶凡没有想到 关键时刻 南南送给他的小石头 救了他一命 不然他都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七彩小石头经营体头 美丽的近乎梦幻 流转出醉人的光彩 仿佛是一枚绝世珍宝 将叶凡的掌心都映衬得透明了 他汲取到了旺盛的生命惊奇 浑身毛孔舒张 惊奇复苏 他已经能够站起 不再像刚才那样 难以动态一下 这是最本源的生命惊奇 纯净无暇 没有一丝杂志 没入叶凡身体的瞬间 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尤禁登窟的他来说 具有非凡奇效 小楠楠到底有怎样的来历 这枚小石头让他生出无穷遐想 惹人恋爱的小女孩 一定有着惊人的秘密 原本 叶凡生命之火 就像是那风中的蜡光 随时会熄灭 如今得到滋养 暂时摆脱了死亡的威胁 他站起身来 向圣山上望去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 大道伤痕在恶化 剔透的小石头 虽然让他暂时复苏 但肯定不能长久 小石头内的精气 每消耗一点 他登上圣山的希望就少一点 巍峨的圣山 不见荒奴的踪影 他们全都消失了 似乎回到了荒谷深渊下 冷清而孤寂 没有一点的剩下 天地间 唯有他自己 感觉不到生命的波动 像是来到世界的尽头 叶凡咬了咬牙 吃七彩 小石头向山上冲去 在这里 虽然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 但长时间下去 无异于慢性自杀 唰的一声 刚刚离开青铜棺果不远 荒的力量就冲了过来 如刮骨似弯肉 剧痛 让他险些大叫出来 他身上的复天宝衣 以及石衣早已碎裂 此刻更是化为了粉末 速速坠落在地 这是绝世杀机 使岁月的无情碾压 像是一把可斩灭世间一切的天刀 小石头在他手中闪烁 七种颜色的光滑溢出 将他笼罩 让他看起来朦朦胧胧 流光溢彩 叶凡吃惊的发现 小石头挡住了岁月 抵住了荒的气息 他的生命虽然在流逝 但比刚才慢了很多 是了 叶凡瞬间明了 怪不得现在的小楠楠 与三年前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这块小石头 可挡住时间的侵蚀 不过 人生在世都免不了一死 不可能有永恒的存在 小石头也在暗淡 他只是暂时的挡住了 荒的力量 叶凡心头惊惧 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了 如果冲不上圣山 他就真的要 尘归尘 土归土了 他将干瘪的麒麟种子 也握在了手中 七彩小石头 与不死神药的种子 一起为他提供生命精气 圣山上草木繁盛 也是奇异 称得上秀丽 但是叶凡没有多看一眼 生死关头 只有登上圣山 才能是唯一的出路 越接近山顶 荒的气息越浓烈 穿透进人的骨子中 纵然是七彩光滑 也快挡不住了 小石头暗淡得很快 而麒麟神药种子 也在萎缩 即将苦干 他们的生计 都被叶凡剥夺了 延续着那即将干涸的命远 终于 叶凡登上了山顶 这是生命禁区的最中心 九座圣山连在一起 环绕成一个巨大的深渊 黑洞洞的 难以望到尽头 望之 让人毛骨悚然 像是可以将人的灵魂吞噬进去 他所登上的这座圣山 既是雄伟 巍峨成魂 可却一片静悄悄 无尽深渊 似是连接着九幽地狱 让人悚然的契机弥漫而出 小石头彻底暗淡了下来 没有光彩流出了 麒麟种子在哀鸣 不堪叶凡 不断汲取 他的生命将要走到终点 几乎要干枯了 咔嚓一声 叶凡仿佛听到自己体内 传出一声烈响 他的生命本源 只连着那么一点 几乎被抛开了 他浑身无力 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大道智商恶化到了极致 死亡就在眼前 再也没有任何办法 此时吸收不到生命精气 强大如圣体 也即将化成肥灰 永远从这个世间消失 噗了一声 叶凡咬牙 喷出一缕金色的精血 燃烧成金光 隔绝在体表外 阻挡荒的力量 他跌跌撞撞 向前冲去 这个地方他来过 生命全池就在前方 突然叶凡绝望了 就在那全池盘 立着一道冷冷的身影 白发如雪 英姿伟岸 还是那个中年人 黄奴 昔年的盖带高手 此刻挡在眼前 如何过去啊 黄奴不常见 为什么我连连遇到 他扬天常探 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结局 不久前 古官天音响起 他们为何没有回到深渊 叶凡并不觉得判断错误 一定是那里出了意外 叶凡站都站不稳了 但却不想就这么等死 将身上的东西都打了出去 金色的道经 银色的原天书 甚至他想抛开轮海 将那最神秘的绿铜抓出来 疯的一声 白发男子向前迈了一步 这片天地都要崩塌了 这就是盖带高手的气势 一举一动 苍穹都要抖动 叶凡的肉身飞快军裂 像是精致的瓷器一样 即将崩开 成为积粉 惊天动地的无上人物 纵然过去多年 也足以促视天下 身为难测 白发男子 如君临天下的人主 又弃吞山河 霸皇六合 唯我独尊之事 完了 叶凡虽然胜体小成 但依然承受不住 机体崩开 骨头都出现了裂纹 顶的一声 清脆的声响传出 雄姿挺拔的白发男子 将三块骨鱼抓住 空洞的毛子 竟有了一丝光彩 他定住身形 没有再迈步 叶凡 将无始大帝 留下的三枚骨鱼块 打了出去 被白发男子 接在手里 他一顺不顺地盯着 正正出神 叶凡的手 都已经探到轮海间 准备自毁苦海 将绿桶抓住 没有想到 对方停了下来 叮的一声清响 在白发男子的手中 又多了一块骨鱼 与另外三块明显 可以拼接上 他呆呆的发愣